哈啰,大家好,Raiwan desu 又到新一個月的新活動啦 Suyu World Fugitobase Dokkan Campaign 最新的活動就是美女技活動啦 這張圖其實還蠻好看的 這張小部分 可愛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這一次的活動內容 目前是屬於第一彈 也就是說之後會開啟第二彈 新的超級戰物關卡 物語關卡跟極限Zack戰鬥都會有新的 然後龍獅可以從Login Bonus跟任務那邊獲得 再來就是6月17號 Campion第二彈會在6月17號開 會開第二彈啊 這樣很大概率會有L-O出現 很大概率會有L-O 哇,這個最近接接的接連不斷的L-O 今年的L-O感覺會多一張 如果按照我們這樣子來看 因為像往年都是8張 因為上個月的那一張超級戰鬥那個日期 按照往年來說是不會有的 可是今年卻是有了那張 然後這一輪這個月好像也會出L-O 所以感覺L-O的數量這一輪會比較多一點 反正就看官方安排就好了 來,這次看一下活動內容 首先就是Login Bonus啦 登陸上 5月31號開始 直到6月30號整整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接著就是Dokkan Mission 5月31號到6月30號同樣 OK,接著就是最新的Dokkan Fest 讓人以為是限定卡的Galic Ternia 結果就變成了配角 哈哈 哇,而且還是只是那個TVAnime的角色 還沒有出劇場版的 希望未來會出劇場版 在5月31號下午5點 日本世界5點 也就是我們海外時間4點 OK 反正就是等一下就會開了啦 然後類別 類別一下是天界事件類別 這個類別感覺沒什麼好抽的 他的一般4抽卡全部就還好 沒有什麼強卡 OK,接著就是不思議的老界王 然後這個 有需求才抽 才抽啦 龍獅多的才抽啦 沒有課的就不要抽了 哈哈,浪費 OK,接著就是課長們的最愛 超SELFs 5月31號到6月28號 該課的就課下去吧 嗯,接著嘛 就是新的超級戰關卡 欸,就是這個啦 小烏飯的 覺醒會一張從這邊打 5月31號下午4點到6月22號 跟著他的卡機一起啦 然後新的物語也是今天 它有5月31號 5點到7月7號 這個物語關卡維持到比較久一點 看來之後 之後他的這個筆克 應該會在第二彈多看 應該會在第二彈多看 而且這張筆克啦 我在看工業網那邊的資料顯示 他是沒有納米克星人類別的 也就是說之後他會變成雙人卡 或者三人卡之類的 總之他就是會變成組合卡就對了 所以 會不會 多看到L奧嗎 我們就來期待一下啦 真的是非常期待他可以多看成L奧 因為好像 欸,今年已經有過了 就是那個規限人 所以不確定還會不會再有 啊,希望會有啦 OKOK 然後接著就是一些物語複刻啦 這些 這三張 打小烏飯 那個力鼠小烏飯 然後這個速鼠鼻克 以及提鼠第二星 和Freezer的 的關卡 都還不錯 如果說有免費卡 可以打的話 就先無卡打到他上來 都是會有他的用處的 嗯,然後 復刻他各自 剛才這三張的 那個 極限戰鬥 通通卡打下來 不會難打 OK,接著就是 第39回的 Vachary Dokkanda 亂戰 啊,又是要被虐待了 這一次真的是被虐待了 5月31號 4點就開了 然後到7月2號 OK,接著就是 超級戰鬥之路 也是一樣 從5月31號 5點過後 就一直 常駐 每天都開 到6月17號 OK了 一個月的時間 足夠我們去把它 給通關了 就是隊友 隊長 有隊員的人來說 足夠時間 去把它給通關了 期待一下 相當期待啊 又有新的LOK 拿了 OK,接著就是 從不缺席的 爆裂Chance Battery 爆鐵連鞋戰 這個真的是 看到有點顯 VS Pico 反正 超級那邊 應該是使徒之攀了吧 然後 集系可能就是 跟 跟這一輪的新卡 那個gallic controller 有關係吧 到時候再看了 6月8號 到6月15號 接著 這一次最重頭戲啊 超級 極限者戰鬥 極限者戰鬥 提鼠的酷辣 終於啊 集中心態 終於輪到他了 想不到 想不到那個 紀超山悟空 竟然會是 壓軸 哇 壓軸 已經是 按照一般 越玩 越玩強化 就越強的定力來說 這兩張 皮褲啦 應該是要爆幹牆的吧 6月8號開始 6月8號 他的關卡 期待期待 呵呵 OK 然後接著就是 他的那個 這個 是他的那個卡基 欸 這一邊 這個是他的 覺醒徽章 超級戰 然後這個是他的物語 關卡 可以打到那個技術的酷啦 欸 沒有 沒有特攻卡機 不過不知道是官方忘記放進去還是故意的 不過以酷拉來說 不是純粹賽亞人就是超級賽亞人類別的吧 我覺得這兩個類別最有可能的 還是他自己本身的那個最終殺手劍 也是有可能吧 都是不難入手的類別吧 除非是新玩家了 玩了一年左右的應該都是會有這些卡的 不過按照上一次超市悟空跟北吉丹的難度來說 我覺得這戰鬥人的難度真的是越來越高 不過這邊就有30顆龍獅入手是肯定的了 OK 非常的nice 這一次的活動真的是讓人蠻期待的 而且還會有第二段活動 OK 接著來稍微看一下他的任務這邊吧 5月31號到6月30號 然後現在是第一段罷了嘛 每天都有龍獅 而且daily mission都有龍獅可以拿 非常棒 6月17號會開第二段的mission 稍微來看一下 每日任務的話其實蠻簡單 通關三回關卡就可以拿到一顆龍獅 這個是一定要解的啦 不解的真的是浪費 OK 接著就限定任務第一段 然後就是首先物語通關 一三五七十十十五回 接著就是超級戰通關七回 一三五七啦 然後極限截戰鬥 一三五七七回同樣的 然後就是 就是打一張掉落卡 打一張成為夥伴就可以了 然後指定類別 指定類別的話是天界事件類別的角色 組進去然後通關三次就行了很簡單 剩下的就是體力消耗 三百五百七百 然後全任務 怎麼管 這邊的話來稍微算一下 二 四 六 十一 多得十一顆龍獅 錯到完任務才十一顆龍獅 好過沒有啦 好過沒有 只能期待第二段 第二段大概如果也是有十多顆 那麼這一輪的任務也是有 二十出顆 然後再配上 每日任務三十顆 什麼樣都是有一個五六十顆的龍獅可以拿得到啦 還行啦 夠一次十抽 夠一次十抽 媽媽媽 OK 最後來稍微看一下它的Login Bonus 嗯 Login Bonus的話是 啊 每天一顆罷了 沒有什麼特別 中間也沒有特別的改變 就每天一顆龍獅 好 就是這樣子超級無聊 多得有多少顆 這邊有血沒有 嗯 OK 多得三十顆 也就是這樣子啦 每日任務加 每日登陸賞 這邊就有六十顆了 然後 限定任務大概 那邊有二十多顆 欸 六十八十 我們算他那邊八十 八十顆好了 八十三 八十三顆左右啦 然後 庫拉那邊就三十顆 爆裂連邪戰 達蘭戰 這邊就有百出顆了 然後 新的物語 超級戰 嗯 嗯 這一個月至少可以拿到百五顆吧 然後 還有新的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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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邊應該希望他 欸我記得他的關卡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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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大概可以拿到十顆龍獅 這一個 這個關卡大概可以拿到十顆龍獅 欸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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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邊有五十多顆 五六十顆 我記得每次他們打完都有七十顆龍獅可以拿 這個 當然啦 戰鬥路就是需要前解才有 大概 這一個月 全 全活動通到完兩百出顆是跑不掉的啦 OK 還算是可以接受啦 兩百出顆 好 欸 這一次的每一季的活動就這三樣啦 沒有什麼特別 好 欸 那麼這一次的活動介紹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還沒訂閱的朋友 麻煩幫忙點個訂閱 謝謝 加馬塔捏